阿傑克如果你接到工商會怎麼說 我一定會說 唉呀 玩這種遊戲 你在那邊在意打擊感幹啥呢 你們追求是什麼 我們追求的當然是能使用這些你喜愛的動畫角色 然後投入於戰鬥之中 跟其他玩家來一場酣暢淋漓的戰鬥 這才是目的呀 我這樣解釋沒有錯吧 講稿都寫好了 可惜沒有接到工商 對呀 這款遊戲啊 一直以來 有寄過幾次信給我的樣子 我有點忘了 但最終都沒有跟我談成合作 但是不用擔心 沒有合作 我還是會玩的嘛 對不對 今天我們要來玩我們的 JUMP群星集結 商案沒發給我也不用怕 這個工商天使AJ還是會好好的來看看你 那因為喔 沒有工商的緣故 我們可以使出全力快篩啦 哈哈 今天完整的一集 全部都給你 我創了一個黑肉的妹子 JUMP 我沒能讓傑哥使出全力 沒有 我今天就要來使出我的全力了 搬開 哈哈哈 不過這款倒了 我可是不扛的喔 這個沒有給我工商 我可是不扛的 呃 首次的合作夥伴 就是你啦 CAKAROTO 我們尊敬的鳥三明老師 這款不用全力也活不久 亂講 我們還沒有好好評鑑過 你怎麼可以直接給他下定論呢 哈哈 十倍接王拳 哈哈哈哈 OK 普攻 普攻要一直按是不是 使用技能 OK 十倍界王拳 打擊感如何 我相信大家玩這種遊戲 不是追求打擊感的對吧 呵呵 我不知道 打擊感不怎麼樣 悶悶的 這是正版的嗎 翻譯怎麼 翻譯怎麼了嗎 那音效如何 這個音效喔 值得再更加強 不然要追求 不是啦 如果我認真講的話 呵呵 我玩英雄聯盟 我確實沒有在追求打擊感 呵呵 嘿 欸 很極端耶 有沒有玩過MOBA類遊戲 我是高手 我沒有玩過 呵呵 沒有中間職嗎 我是高手 沒有錯 不過 剛好 如果今天 因為我目前喔 有玩過一段時間的這種 手遊MOBA遊戲 如果只有寶可夢來做這個 比較對象的話 確實 寶可夢打擊感比較好一點 那有出包我就嗑爛 那個報應我真的要聽他講話 是我這個接線問題 是不是很想接工商 沒有 還好 JUMP有遊戲是好玩的嗎 呵 沒有 決定了 先點龜派氣功 推塔補刀 躲草叢 啊幹 我這個線真的有點老了 好玩遊戲 好玩遊戲 我要被電腦打敗了 好像寶可夢大集結 你這說法有點微妙耶 這類型遊戲都這樣 違和感重到不行 這倒是 我覺得他確實缺乏了一個熔入感 欸 哪個是真生 我靠腰 欸欸 我要死了 我要死了 我好爛喔 我沒有手殺 我還被打死 我跟你講這個遊戲真的不行 做成這樣子怎麼玩 這個遊戲喔 非常非常需要反省 你看連我這種高手 都操作不來 這代表這遊戲操作設計有問題 你已經成為 正版授權的受害者 他好像沒有買裝的系統 我不知道 沒看到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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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哇 長刀 沒有問題 我們買一個直虎 這是騰訊做的嗎 我其實不知道 一看就知道沒有玩過手遊的MOBA 亂講 我玩過寶可夢大集結 我花比較多時間玩的時候 都是用那個Switch的搖桿玩的 我也覺得這個蠻像騰訊做的遊戲 其實也不一定 那個寶可夢也是騰訊做的 實在是沒那麼差 我覺得寶可夢差的點是他的營運問題 整體來說我覺得寶可夢做的還行 傑克如果你接到工商會怎麼說 我就說 唉呀 玩這種遊戲 你在那邊在意打擊感幹啥呢 你們追求是什麼 我們追求的當然是 能使用這些你喜愛的動畫角色 然後投入於戰鬥之中 跟其他玩家來一場 酣暢淋漓的戰鬥 這才是目的啊 我這樣解釋沒有錯吧 講稿都寫好了可惜沒有接到工商 對啊 救命 我要被名人幹死了 這功能是什麼 蛤 我啊 我要怎麼放下來 我要怎麼 啊 喔 OK 我剛剛找不到怎麼丟 你看這個名人 死了 死了跟飲茶一樣慘 拜託買裝 有啊 我們現在有兩個裝不是嗎 蛤 所以這是還沒買下來的 錢沒少喔 普通毛鞋 打脆皮用 好的 買了 這樣有沒有買 這樣是買了 知道為什麼沒有發工商給傑克了 亂講 如果有先發給我 我就會事前研究 你看 你看 這個怎麼樣 這個遊戲就是 UI介面設計的不夠好 這個所以才會讓我有困惑的地方 蛤 完蛋 王蕩 王蕩 對不起 名人哥 左邊跳出來裝 點了會直接買 這樣子嗎 蛤 這鍋群星不背 沒有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 你們第一次玩也會跟我一樣的困惑 你們不要再騙了 不要假裝你們好像會懂一樣 沒有你們不會 馬上來了一個雙殺 只有你 亂講 只有大集結不用局內買裝 這個是大集結挺好的地方啊 我還蠻喜歡的 還有另一款也不用局內買裝 你們知道是什麼遊戲嗎 那個我也非常喜歡 大聲的說出來 一定有人知道我在說什麼對吧 不可能只有我懷念他 不是寶貝大聯盟 不是寶大 不是 不是寶貝大聯盟 暴雪櫻霸好不好 暴雪櫻霸 尊重一下 別傲嬌了 承認你愛寶貝大聯盟 個屁 New for a new world Welcome to my new zone God on my shiny on my bad 不是說說 Oh no 靜音的喜悠 忘不改靡用 能我掩護 看我創造新的 level 但寶大真的屌打這款 你到底是說寶大 還是你是在說寶可夢大集結 寶可夢大集結 也是寶大 OK 所以傑哥愛著寶大 沒有 我沒有愛著任何一款寶大好不好 不論是寶貝大聯盟 或是寶可夢大集結 我都沒有愛 寶可夢大集結 有覺得好玩一段時間過了 對 後來就 沒有認真去想 到底為什麼 但就覺得後來就沒那麼好玩 我們來看一下儲值金好不好 為什麼要來看這儲值呢 你看這個5980的藥之心 要2990元 哎呀你看 我們磨除5980的藥之心 只要2842好不好 便宜了一百多塊錢 如果你喜歡這款遊戲 還不馬上來我們磨除 來儲起來 使用我的這個QR Code 輸入序號AZ 好不好 直接每一筆都省一百多塊 我覺得這款 怎麼說呢 沒有沒有沒有 我不是不敢說 我想不到我該怎麼解釋 剛剛玩起來的感受 廉價感嗎 因為其實打擊感的問題喔 暴雪櫻霸也有 暴雪櫻霸有一些角色的 這個攻擊俠呀 他媽的跟尿尿一樣 這個打擊感 我可以理解 就是他不好 但是 你要說他會影響 我對這個遊戲的 這種類型遊戲的體感 我都覺得好像也還好 因為暴雪櫻霸的這個缺點 我也可以接受 那我沒道理不能接受這個遊戲 硬要抽一個遊戲的感覺 對對對我覺得有 我覺得有 我剛講暴雪櫻霸 他有他的缺點 暴雪櫻霸他有做出他自己 他一些獨特的機制 就是先不論他好不好 就是暴雪櫻霸的機制 其實算是受到蠻多人的批評的 但我覺得至少他是有 有一個他自己的想法 想要設計成一個怎麼樣的遊戲 的感覺 就他是有一個設計方向的 但這款遊戲就給我一種 套皮的傳說對決的感覺 對沒有一個 比較沒有用心的感覺 因為你要說這種集結 集結各方不同世界背景的角色 暴雪櫻霸就是一個很好的對比 暴雪櫻霸就是 把他這個12345款遊戲 合在一起 所以暴雪櫻霸他也是 互相角色之間會有他的割裂感 但他整體的遊戲上 設計是有他的一致性 但這個遊戲會好像沒有這種一致性 然後寶可夢大集結 我必須說 他是我覺得跟暴雪櫻霸比較相近一點 所以我覺得寶可夢大集結 也算是有一點他的那個一致性 他有自己的一個基調在 以及就是 因為寶可夢他們畢竟是一個 合家觀賞的遊戲 所以他們會 減少一些什麼打打殺殺的要素 所以他的獲勝方式 是丟投籃那個球 所以我覺得他一些機制 都算是有他的特色在 但這款好像就有一種 有一種硬湊的感覺 也許是我還沒體會到他好玩的部分 我們再認真玩一把 搞不好就好玩了 這個人才玩個新手教學模式 就在那邊瞎逼逼 搞什麼鬼啊 先認真玩一下好不好 這個沒認真玩遊戲 怎麼評論 再玩 再玩一把 但我可不可以換一個角色 沒認真玩怎麼評論是在臭嗎 沒有亂講 學圓少年探治郎 這個建模算還行嗎 嗎 吧 我不確定 最基本的優化做好地圖設計 加入更多動漫元素的場景 還有跟隊友同世界的人可以用語音彩蛋 動漫才看到這種大劫作品想要的不外乎就是這些 確實 對啦 少了這種心思吧 不能說他好 但也不能說他不好 對 這種遊戲應該是用買的齁 我看一下 我目前是不是不能買 因為我現在沒錢 可以抽 有這種十天羽龍 但要先去解新手任務 我當然不是要十天羽龍阿 這個券要兩千多才能兌換 我要兩百六十張 好的沒有問題 要查度 沒有錯 我要查度 我就可以跟隻雞什麼都做了 畢竟隻雞不可能什麼都沒做 那就什麼都做了對吧 小潔要用抽的 好吧 等一下我記得不是說 預購會有小潔嗎 但我沒預購 我沒有預約 所以我沒有小潔 哭了 有沒有什麼 什麼角色租借券 幹沒有 圖書表 那個圖書表是幹嘛的 這個就是抽卡是不是 我現在可以三抽喔 來看一下他抽卡介面 翻這個jump的漫畫阿 我有1.33%的機率抽到橙色 橙色應該就是角色吧 這遊戲有雷影嗎 有朝一日一定出好不好 得到紫色的咒術迴戰新豬 謝囉 好的好遊戲 太完美了 這種遊戲不是一開始 應該也是要給個 四到五個角色嗎 有限免 喔有有有有 那那那那那 我要玩這個 這個現在最紅的 最流行的這個魔人浦 不算 NDS Jump大亂鬥 完全掉到現在 欸 NDS那個大亂鬥超好玩的欸 那個可以玩啾啾的角色 多爽 佐助打野 什麼意思 與製波打野 哇 不要啊悟空哥 你打得我好痛 這遊戲有分 課金角 玩測試服的經驗 許多 免費角很強 但就是要花時間乾 對不起悟空哥 別打我 你打得我好痛 集結類最好玩的手遊 這是洛克人大夫沒有之一吧 沒有錯 洛克人X大夫是真的有料 我要死了 我要回家了 洛克人大夫哪裡是集結 就自己家的大集結啊 封測完那時間 想說提供一些數據 改善 結果什麼都沒有改的感覺 封測只是想宣傳沒有要改 不許你說出來 太難過了這個事實 變蛋糕 欸 沒死 打他佐助 快打他 我要死了 唉唷 這遊戲有索隆嗎 就算沒有應該也是遲早了吧 對不起 我沒了 我打不贏他 這個接工商要怎麼吹喔 可以慶幸我沒接到啊 我跟你講 這個接工商 有可能是接到那種 跟人家一起玩的 所以可能就 只要跟大家一起瞎聊就好 感覺是很過時的遊戲 不許你這麼說 現在還是很多人 喜歡玩這種類型的遊戲的好不好 不是過時 而是呈現的很過時 確實 是模組的問題嗎 幹我也不知道欸 不好 啊 迷斗子 你的媽的迷斗子 撐一刀 開心 這是盜版遊戲嗎 人家花最多錢的地方 就是在買版權上 太可憐了 你居然說他是盜版遊戲 這麼賴一定是正版 沒有錯 這才是一個正版味好不好 一刀 一刀 舒服 錢都拿去請 大牌演員了 差不多有這種感覺 他們大概沒有想到這個版權費喔 居然真的這麼貴 他們原本想要請天美工作室來做的 結果發現不行 錢不夠 只好請別的工作室 老實說 真的比我想像中還要差欸 我以為至少 整體的美術跟打擊感 這方面應該會是 不會太差的 但我覺得這方面反而最讓我 最讓我失望 因為他最容易 在這個地方花一些心思 這個地方是他最好花心思的地方 就是像剛剛有人講的 他可能 整個場景做得更符合 可能某一款作品 或者是 這個配語音啊這些的 這些都是比較容易想到的地方 但卻有一種 很像玩那個 魔獸爭霸小遊戲的 卡曼大亂鬥一樣 欸 復活 沒攻殺 傑哥毫無壓力 啊 內子空 對不起 哎唷 對不起 傑哥 傑哥你不打囉 工傷會很辛苦吧 亂講 我會玩寶可夢大集結 買裝能用魔除嗎 這倒是真的不行喔 哇操哇操哇操 為什麼這個 為什麼這個內子口那麼強 為什麼這個內子口要三殺了 等一下 內子口 等一下內子口 這個內子口有點強欸 救命 因為你的作品已經是亂講 七龍珠永遠不滅 你們知不知道黑幫會為了七龍珠而停戰 七龍珠超會看到引發心血管疾病 真假 我後面都沒看了 超可以治療低血壓 太棒了吧 為什麼GT算黑歷史 我不知道啊 我小時候看覺得也還好 我也不知道他問題在哪 長大後我就沒看了 已經不是黑歷史了 因為有超 有七龍珠超在擋著黑歷史 是不是 在播的時候算是黑歷史 現在被同行寸托的變得還不錯了 不要跑 突然贏了 什麼誰說快輸我亂講 要贏好不好 你看必勝客的標誌 真的超級像必勝客 必勝客贊助的遊戲 他還有一個可以值得修正的地方啦 UI界面可以再弄得漂亮一點 這個UI界面看起來很蠻像盜版遊戲的 呵呵這個遊戲只有角色是正版的 其他都很像盜版 對沒有錯 整體來說少了一點特色嗎 但要求這種類型的遊戲要有特色 是不是有點過分 就像是你的遊戲不好玩 但你至少要怎麼樣 我們這場講的 欸美術要漂亮對不對 我誇不了你的遊戲玩法有創意 或是你的遊戲 我沒辦法誇他好玩 但至少讓我能誇誇你的 這個建模漂亮美術好看 欸設計的很有就是我真的 踏入Jump的世界 跟這些角色一起玩的感覺 欸我覺得至少你要做這個吧 那可能 可能Jump的授權費太貴了 沒有錢 好的把這段剪給廠商看 可以了啦 我跟你講這種大概第一波沒發 後面也不會發了 不過當然啊這個時候要進來 MOBA這個市場或許也是偏難 這個先行者已經吃完這塊餅了 連你看英雄聯盟的手遊 也很難刮到這塊蛋糕 所以他現在進場MOBA這個手遊 我是覺得蠻難的 這個發工商很難找出優點嗎 亂講 我們有所有正版授權的Jump角色 這就是最大的優點 人家要怎麼比 不可能比 好啦我們Jump群星集結 83%陽性16%陰性252人投票 你就安心的去吧 如果你倒了我會送你一層的 再見我們今天開到這邊 感謝大家今天收看啦 拜拜